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好舒服文創的Ansel 前幾天才有一個郵差來我們家樓下按理面 他第一句話就說 欸 你們是做設計行業的嗎 為什麼是設計行業 好舒服啊 然後這個名字 大家講一次就不會忘記 可是我還是不太敢跟 我每次去銀行都很羞愧 我就說 我要負心 我真的好舒服 哪些公司好舒服 我都不是很有勇氣 都很大聲 為什麼取得名字啊 因為一次就記得啊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們之前做的是電梳的出版 所以叫好舒服服務 我們那時候的概念是 想要提供大家一個好舒服服務 所以好舒服 自然就生出來 所以就是現在已經沒有了是不是 還有啊 你要付出嗎 可能也賣不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 好 謝謝各位 因為 OK 那我剛剛跟安哥在聊 安哥他是一個蠻特別的人 其實 他知道是北科大畢業的人 EMBA學生 可是他之前 他今天才拿畢業認書嘛對不對 昨天 昨天拿畢業認書 OK 他EMBA剛畢業 可是他之前在榮華上 你看他那麼開朗的個性 跟那麼帥氣的外表 你很難想像他是一個 WAVE的工程師出來 對 而且他很特別 等一下等一下 誰是WAVE工程師 是不是Engineer舉手 沒有 兩萬里面都超帥 是這個意思嗎 對 OK 因為他蠻特別 他在他在龍華科 就是肢管系嘛 對 可是他很特別 他後來工作的時候 跟一般人一樣 就是到 就是到公司裡面 就這樣為了開發 公司就要開發 然後剛剛我問他 為什麼會創業 他跟我講出一個蠻驚人的事情 也會跟大家分享這一塊 因為他創業有點算是被逼的 某種跟我有點像 或者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還蠻特別 為什麼你會創業 他都四個一起創業 你能蠻多 四個一起創業 呃 這個是因為 真的 我說創業或者是 實際是我說靠機緣 那時候因為我們公司 他改組 然後我們 反而是一個 WAVE的那個 呃 我們是幫他們家做 就是Honsight 像我去Honsight在一家公司 待了大概三年到四年 比他們公司的人還要久 那家公司叫做SXNY 然後待了蠻久的 那 所以我就去站 這個是X還是 齁 SOXY 待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 那時候是蠻好 就是每年 所有的那個福利會搶購 所以每年都可以 減到很便宜的 跟那個 這個理題啊 反而我們在待了很久 久到比他們樓上的人 待了蠻久 那後來因為我們原本的公司 他 呃 改組了 所以就把我們的基督筆都 都切掉 那我們那時候就 呃 我們客戶是希望我們去留下來 因為 他我們離開了 對他們的言言是一個損失 因為他們必須要從找新的 新的 那個 就是 傻偷的公司來這邊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樣就成立 其實是客戶要求我們創業吧 是客戶要求 那現在客戶還有 他有在服務嗎 有啊有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在做M 對不對 那這塊 目前我們 就是B字媽都可以賺錢 呃 坦白講不太 你有現在很好奇 就是怎麼樣可以賺錢 賺錢還是有啦 只是不是我們而已 不是 不然是誰要賺 有因為胖子還沒來 可是我等下來了 我就介紹給你 他本來快打了 我就出一個App 我就削孩了 他等一下會來 出什麼App 他出了一個叫做 電視X連續劇 電視時刻X 就是 那還蠻很賺的 他好像總下載量 一個一兩個月 就是從 我半年前到現在 好像已經將近三百萬套了 那這個就可以賺錢 那他們本來也是無心X 原本的 那不是廣告賺錢 對對對 所以你們做App 都怎麼賺錢 不一定欸 其實不同 我們好舒服的話 就是用 之前的電子書就是想用廣告 但我們後面的 看比較遠 其實我們想要賣後面的Data 對 所以其實這是每個階段 設定的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你現在就是用Web的接岸房 設定的區域 你們好舒服這個區域 嗯 對啦 你可以講 大概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嗎 對 我喝啦 威士忌嘛 OK 因為我認識幾個團隊都蠻特別 因為老闆說在台灣 是要做Branding 尤其是你是做Web或是App 事實上 做Branding都很辛苦 像iCook 像我知道i 大家都有聽過iCook i料理 iCook他們在 一開始超越的時候 他們每次做接岸的部分 他們有經過富邦的那些 就是他們是接了一些 然後他們 後面有服務的費用 然後他們才來自己 慢慢經營他們iCook的這個區域 然後快要慢慢賺錢 到現在 他們現在是熟 你剛剛有熟嗎 沒有熟欸 沒有熟 我知道最近在 他們在對戰 所以就是沒有熟 什麼對戰 就是App Wars 我來自於App Wars 然後來自於另外一邊的Inside 所以就是有一點點爭執 我們現在可以搖一下App Wars 因為 上次沒有看到的 是那種好處不是App Wars 第五屆的 的 的團隊 因爲我這樣去年就有點爭 只要去年大家團隊的成員 跟現在比較不一樣 不然這個話 我可以聊一下 我剛剛有聊到 因為他們的創業是四個人 蠻特別的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好奇 我也是四個人這樣子 原來是整個團隊被敗掉這樣子 OK 所以他後來創業了 然後他們也後來經驗在App Wars 可是他沒App Wars的時候 他們有團隊的成員 所以到現在我沒看到過他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因為那個看起來 年紀大概就比他大 六歲這樣子 我那時候想說是 是他個性跟他不合嗎 所以我問了他一下 所以後來發生好像是 是這樣 沒有啦 其實創業蠻辛苦的 就是他後來就生病病倒了 那他過年的時候 就喝了一杯酒之後 就走路 就 不良於行 他走路會很像暈船的方式 所以他不太適合出門 那你出門你就會 所以後來他就站在家裡 所以你們後來還要再補其他的 有有有有有 後來因為他是我們的CTO CTO是科技長 技術長 所以說只要跟大家說 創業會發生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我寫了就是說 所有事情 都會在你創業的時候 全部發生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東西 就在你決定創業的時候 就會每天每天每天發生 所以你如果要決定要創業 你就要接受這些 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你要把他當作可憐 這樣子會對你創業的心態會比較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事 你們會有跟他跑的有類似的創業嗎 你們會有跟他跑的 是你講的吧 那這種類的例子蠻多 像我們FWars 至少有兩個 兩隊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20 我們每一屆有20幾個團隊 那我就知道 我那一屆就有兩個男生 他因為創業 建業FWars 知道就跟女朋友分手 但我不知道因果的關係 但是我知道 這件事是必要發生的 那其實那半年來 其實會壓力蠻大 而且工作時間很長 那因為我其實我本身在FWars 我也在社會的創業園區 那我待過蠻多育成的團隊 育成的中心 那如果你們對於這方面有 有興趣的話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問我 我可以幫你們 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是社會的人 也或是有一些媒體 也會來問我們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像待過這麼多育成的東西 大概就是如我們這樣 然後我們有去政大 然後很多地方 所以待在那些地方 對我們來說 幫助就要的是什麼 像卡士達也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工作空間 可是他跟FWars 或是跟所謂的 製造那邊不太一樣 所以在你定義 你覺得創業家 他需要的環境大概是 什麼樣子 因為這邊 事實上大家很多人都 很多人想要創業可以取得手 想要創業 想要創業的這樣蠻多 所以他們也會去考慮這個問題 他們創業之後 如果大家在家 真的還蠻慵懶 像我剛才也創業的時候 我在家裡大概 前面兩個月都每天 撤離開起床 就是非常勇懶的狀況 所以大家在這環境 因為以待會比較多 效果就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卡士達非常棒 所以就是以待卡士達 那你選擇了那麼多 那你選擇的狀況 要大概怎麼樣 其實 大陸會參加這些育成中心 其實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是得到什麼 其實是 不是得到那邊來的什麼資源 其實是想要曝光 很多人在問題單身 有提到一個 PVP 怎麼行銷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 我們自己的缺點 就是在 我們的公司主人成員 都是一些Program 過去我們都是一個技術team 出來的 四個人五個人 他全部都是寫code 我寫了十年以上的code 那 其實我們不太懂 就是行銷是不能怎麼做 不過以前窗口就一個 但是我現在做APP 我窗口變成在做所有人 其實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那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參加了很多 然後我們就遇從中心 因為你從中心 去put a date 你去demo 你就有 就有曝光的機會 上APPOS 每年有兩次很大的demo date 每次會有1000人 你可以上台去講一下你的產品 這都是一些曝光 那你平常 你如果沒有資源的話 你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行銷的管道 讓大家知道好舒服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產品 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至少有1000個人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設定的是這樣 那當然後續有得到一些額外的收穫 像我們之前比較 你知道我們以前老的創業家 會很不喜歡分享 因為大家 你知道五六年代的時間的時候 經濟 台灣經濟起機 其實起機 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操別人的東西 機器拿來 我們把它拆開 copy出來 然後我們賣 那後來我們 我們因為這樣致富了 那現在變成 大家這樣的心態 變得很保守了 不太敢 我怕別人 像大陸 怕其他人 用一樣的模式 來複製我們的成功 那讓大家變得很保守 不太願意分享 所以很多人會被你們造屈 那很多人會說 APP這麼多 都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做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那你不知道做出來的東西 人家喜不喜歡 那 所以這個 其實這些事情 都是有脈絡的 這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APP 建議很大的狀況 就是學生也是一樣 那學生大家都 因為APP聰明太簡單了 你開Note 提提放上去 就可以做了 可是做的東西 大家都做一樣 你也不知道 你也沒有去研究到 為什麼 就是 你也沒有跟他討論過 因為你知道 東西講出來 別人就偷走了 因為這東西 概念是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 開放的心態 這個提升滿多的 我以前不太喜歡 把我的地心思 馬路跟電梳 但我現在覺得說 我說出來其實 獲得比失去的 還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這次我大概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環境 我大概 全台灣都要跑焦點 之前 現在就要在跑 所以我認識很多團隊 所以我發現這些團隊的差別就是在於 有些 可能就覺得很棒 我會想跟他分享 就是因為 他願意肯跟你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邊很特別 就是 其實大家來這邊我覺得 如果你有很棒的idea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是無所謂 如果 因為你真的覺得很棒idea 對我來說是不是就很難 如果我覺得很大的idea 就是你來說是很棒 所以我覺得一個分享的狀況 我相信 不然對於Trump 又在你工作上 事實上都是有最大的幫助 對 我覺得應該要多說 因為在 你想一想說 你想到這個idea 然後你就先做 然後你又跟他追過去 那是誰的問題 是你們的問題 並不是別人的問題 所以說 你不說出來 你不去做 重點是其實大部分人 都是想到以後 沒有去做 那或是想到以後 自己會覺得 哇天啊媽的 是什麼東西啊 做出來的落缺 然後發現出來 不是這樣 就因為通常都是 很多工程師就是 想要改變世界 做出一個東西 大家都很愛用 可是他沒有想過 他不改變自己 怎麼被別人改變 他想去改變別人 一直想做產品 去改變別人 改變一個生活習慣 改變一個新的消費模式 可是他不就不願意被改變啊 那這樣子怎麼可能會成功 就你們有個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沒有 哈哈 沒有 我們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家 每個禮拜都有一次的demo 所以你會分享自己的 business model 那像我們之前做blog的時候 也是 大家也會覺得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有一些內容在做調整 但這些內容 有些是有正面反面啊 有些會跟你講的差不多 那有些人會覺得 用不同的角度來看 會發現說 原來 我沒有考到遇到這一塊 那 目前 我 突然叫我講立足 我沒有辦法 做得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的好處是讓我 增加 你越open 跟人家講 人家會越來越認同你 你會跟他的關係會更好 那之後合作機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合作這件事情是 參加這個 這些這樣的旅行的東西 或是今天來這邊 的一個更重要更重要 不可能靠你自己 別想要靠你自己 做到 做一 我 完成一個 好 比如說你要爬山 或是你要玩世界 可能可以靠自己 但是你要創業這件事情 就不可能靠自己 就能夠成功 一定要跟很多人合作 我以前很排斥合作 我覺得合作 我之前聽過他就是不會跟他分享 對 我很討厭 因為我不喜歡 我覺得別人 沒有我聰明啊 然後我不喜歡分享 那 我也很討厭合作 我覺得合作就是一件 好你錢給我 我錢給你 就這樣 但是夫不知 其實合作的模式有很多種 有的是 品牌合作 流量合作 像我跟 我跟教練這邊 可以有一些合作 這真的是沒有 這是一種資源上的交換 不一定資源上 不僅僅就是錢 可能是那時候 有Human Resource 有可能是行銷啊 Marketing啊 Promotion的一些交換 其實這才是合作的真正的道理 我覺得剛剛 Andro剛剛提到一點 我覺得蠻特別 我發現 為什麼 我會大家卡在那邊 有的原因也是這樣子 知道我們每禮拜五 VL會有一個 不媽媽的聚餐 實際上這種聚餐 就很像 剛剛提到Apple Watch 因為每個禮拜都有 這個概念 他這樣就是 大家來這邊吃吃飯 他個人當中 就是在P群這些產品 因為你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去解釋你的東西 給 一個不能是人知道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像大家來這邊 都是一樣的 因為老實說 你跟建議跟一個人講 五分鐘他聽不懂 他會說 他可能是一般人還不懂 可能後面有VC 後面有Trunk 或是後面可能會有合作人 五分鐘你解釋 聽不懂的話 那就沒有 所以實際上 你要把你的idea 在最短 是有個理論什麼 九十秒 九十秒 沒有 那時候Jimmy要我們 是以每個心中 你們每個人要準備 至少一分鐘 兩分鐘三分鐘自我介紹 隨時隨地 你就要 所以你可以設施一下 一分鐘 可以 可以啦 其實實際上台說話這件事情 是 我算是還可以 你不要建議我自己 他一分鐘 有啦 反省一下 沒有沒有 雖然是這樣子 呃 沒有 我覺得上台 是一個很大的經驗 其實很多人 可能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樣上台 然後我把事情 說清楚 那我記得我參加idea show 或是 伏列計畫 是2013年 我們入圍了 二十隊裡面 三十幾隊選 六隊 那我們是前六強 那 我們那一隊 我是第四個上場 還是第五個 那我們前面一個團隊 做了跟我一幕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們在南部做的還不錯 那就是因為我口才比較好 就把他們幹掉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 你們不需要多做一些訓練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換時間內環 你們要想的東西做出來 那 那 在AppWords我學到一個更好的東西 是剪法的藝術 其實像說在六分鐘的時候 我大概準備了三十張スライ 我在三十張スライ 要在六分鐘裡面縮完 我一張可以 要花多少時間 我一張 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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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把所有的重點說出來 你只能設定一個到兩個人的目標 讓別人對你 讓這兩個重點讓別人對你有興趣 然後之後 結束之後 或是台下休息時間的時候 再做深聊 那我覺得這次的剪法藝術是 分享給大家說 剪法這很重要 怎麼樣去濃縮 你要說 不能太剪短 就剪少到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隨時隨地 有可能像媒體專訪的一分鐘 那比較長的 三分鐘 那可能是 像我們居然約束會有不適合攤位 那媒體就會過來 那他可能會拿攝影機問一下 你大概就一分鐘時間把它說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為什麼要準備一二三分鐘內容的一個重點 有些可能不知道 Ideas Show Ideas Show是資社會辦 今天好像第四年還是第五年 是算台灣網路界的一個盛會之一 另外一個就是數位時代辦的 那我覺得台灣目前 AMM 就是數位時代有一個叫做 什麼Star Nestar還是什麼的 M AMM也是 是啦 那其實是台灣比較 就是目前做比較完整的 網路創業 我想今天在那邊 這邊蠻多人應該 創業一個第一個想法 應該就是網路創業 我想你們 那你想要網路創業的舉手 不知道是網趴還是什麼 那其他人人口在這邊 自己就下去了 那在網路創業會為主 所以說 你一定會碰到這兩個地方 這樣 那在網路創業的部分 你從web到app中間 web到app中間 這個gap 就是你怎麼去克服 雖然是寫web 可是寫app你應該 只是沒經驗 因為在唐開蠻多人是寫 就是會有人會寫web 因為大部分學校不會叫做寫app 那你怎麼自修 或是怎麼樣 你怎麼寫的部分 我記得我剛念書的時候 Java這件事在天龍 有時候天龍 你們都不寫code 只有你知道 看起來就是老破空 後面眼睛 我們大概只有 我去看的時候Java書 大概就只有 三本四本 你就知道我多早自己寫Java 那時候就自己寫 自己寫code 那後來 所以最近為什麼 怎麼樣進到app 其實寫code寫久 你們會知道其實 不管Java去Java 或去Shout 其實都差不多 工具 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 就可以了 那其實只要會一套專精的話 其實要學其他東西 其實還蠻容易的 呃 連我這樣不才的人 都可以做得蠻好的 所以相信各位也是可以 那我不是一個喜歡 把專 就是很專底層的東西 可是我後來呢 工作之後的訓練 是喜歡去組織 喜歡去把東西拼湊起來 那我不管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那我知道它的功用是A進去B出來的 那我知道它加C加D可以變成什麼 然後滿足各位需求 這件事情就是就解決了 那這是我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這個都這個樣的技能 反而剛好到創業或是說 你到管理階層來講 比你在專注在某一樣東西的底層 往下專 還要對你的幫助 所以每個職位 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 自己該專注的事 你把該專注的工作 交給適合的人 才是對的 如果你不適合這樣子的角色 像我後來寫code的時間 我這一年前其實還是 邊寫code 邊marking 然後邊sales 所有事情全部都是我在做 那寫企劃 除了新聞稿 什麼都是我 那後來 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不行 就是你要先計算自己的機會成本 然後慢慢開始 幾乎就不碰code 因為那些小 大家 他們比我還要厲害 那我就把這些事情交給他們 這樣要懂得放手 這些也是減法的藝術 這也是今年來 我覺得學會最多 就怎麼樣捨 怎麼樣去做減法 怎麼樣去接受這些不可能的事情 這才是一個創業家 要具備的能力這樣 那講到減法讓我想到 事實上 在創業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尤其是 這問題不一定是壞事 可是我覺得 剛剛提到的很棒的是減法 就是 現在我們遇到也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想跟我們合作 看到焦點可以拉一圈 所以就想跟我們合作 可是對我來說 我們能力很有限 我們要把 合作了那麼多 所以我們也會去評估 那你在減法裡面 你大概怎麼評估 像是 你剛剛提到的六張 六張是投影片 你怎麼去評估 哪些事情重要 你有什麼方法評估 還是你是 基於什麼樣的原則去做這個 就是剪的這個動作 這要看這一次的 對象是誰 像IDES秀的話 大家一定是秀對象就是BC 對 那你如果對象是BC 那些有錢人家 那你就要 說他們有興趣的 你說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市場多大 然後你要多壞這些 饅頭這件事情 你要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東西 然後畫紅蕩餅 所以我講 就是L型 對 那如果是一般的使用者的話 你講的不一樣 你可能是要感性 你前面看 好 聽旅行在做很苦的文創事業 需要你們的支持 拜託拜託 就是要走不同的訴求 哪裡在調整的 實在 所以每一種 需要不同功能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你要必須要站在 我覺得創業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你要站在 他人邊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 就像回到剛剛說的功能 是你做產品一樣 你站在你的自己角度來想 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是 這樣通常 比較不容易成功 那很難耶 像設計師 如果你要 叫他站在搜尋的角度 你很難 或是叫 你要叫他站在 騙人就看你很難 所以那些人 就不一定會適合創業 對啊 因為通常 通常那些 所以我還回到說 就是創業家 或領導者 需要的是 了解每個資源的 優缺點 你怎麼去整合這些人 就有那些人 就不可能會創業 那 但是你怎麼樣 讓他們來幫你呢 那是另外一個 比較難的科技 這樣 我想問一下 有些話 因為剛剛提到文創 你好舒服 是讓他們在做文創 部分的 那叫什麼轉移 我們在做 數位點堂 數位點堂的轉移 對不對 轉移 轉移這樣的字嗎 沒有 轉移 數位點堂的部分 所以蠻特別 你是APP 科技部分 那叫文創的部分 你怎麼畫文創的部分 你喜歡旅行 看起來不像 我想問一下 底下有沒有想做文創的 有沒有想做文創的 還蠻多人 還好 怎麼上去而已 我看起來就像文創人 對不對 像笑聲是 門在那邊 文創為什麼 我剛剛跟我講 文創是兩年前成立 那兩年年最封 不是APP 就是文創 所以我們就趕快掛了文創 也只是會改流行而已 沒有什麼 所以它是下後文嗎 沒有啊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 因為文創還是蠻穩定在成長 所以你們去 提案子的時候 會提無話過來 是不是 對 你們有點在中間 所以現在流行跨界 剛好我們都符合 所以我覺得還蠻爽的 就選對了 那只是好舒服 這個字選錯誤 他到底有什麼困擾嗎 沒有沒有 反正 像我們今天早上才在華山 然後我們可能會跟華山合作 一個雲導覽服務 聽旅行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 雲導覽的一個系統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 全台灣的雲的檔案 小故事的一個資料庫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在 大家在我們的平台上 就能聽到 這塊土地上所有的故事 那什麼樣的故事呢 大家知道翠玉白菜嗎 請舉手 那你們知道 翠玉白菜有六顆嗎 知道了 請舉手 好吧 你看一槍一半打死 只在一個人活著 那你們知道 翠玉白菜有一隻 上面有是什麼 中獅 中獅代表什麼意思 多子多順 對對對 其實 中獅代表多子多順 為什麼以前有蝗蟲有沒有 帕恩哇塞 天啊超多 所以說 才用這個 中獅來代表 這個多子多順 其實大家都知道翠玉白菜 但是其實這些翠玉白菜 還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 那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些故事 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需要有一個 需要有人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 讓大家很方便可以獲得這樣 所以我們就在做 我們那時候就是在半年前的時候 就想要把這些東西都記錄下來 規劃的多久 很快耶 然後幾個月 一個月之內之後 決定要做就走 應該是說兩個禮拜 我就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不 決定做的是這麼快 那是因為 這兩禮拜 我參加了一些導覽活動 像我參加葉文貴老師導覽活動 我參加週季舞 旅行的週季舞的一個導覽活動 那大家有沒有要看的 先下台一下 然後我開始參加那些活動之後 我開始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住在台北城 已經20、20、30年 沒有一條小路我不知道 可是居然有這麼多這麼多有趣的故事 我們還不曉得 你知道台北有一個打鐵街嗎 你知道台灣經濟奇蹟 跟這個打鐵街有很大的關係嗎 打鐵街是因為過去 五、六、五、六年代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機器都從土外回來了 可是那裡面的零件如果壞掉了 你知道花多少時間維修嗎 機器要要 那時候要打電包 等到有結果回來 然後把機器送出去 然後零件坐船回來 大概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復工 什麼可能啊 那時候你的工廠找到 所以拔鐵街就因為這樣來 因為拔鐵街會從那個船部那邊 拆船業去把零件拔回來 然後從這些零件裡面找到可以 很堪用的東西 放到這些壞掉的機器裡面 讓工廠可以持續運作 所以說拔鐵街在台灣歷史上 代表佔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在台北、高雄 就是重要的港口故事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街道存在 那可是 這條街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在零下夜市的鞋對面 在那個阿童阿婆的巷子走進去 有放在那裡 對 我每天都去吃叉燒跟四神湯 從外也沒有 不知道原來旁邊那條街這麼的重要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被 可以真的好聞下來的 這樣有更像文青嗎 有 好 好 所以這也是你們的長點 我們來聽聽看 排骨飯嗎 我看這個感覺應該比較適合 不要講 大家都餓的意思嗎 東一排骨我倒好吃 要先介紹一下嗎 這個還是 可以啊 我好久沒有聽這個 排骨 一進入東一排骨 就有一種進入不同時空的感覺 是說灌滿了閃閃發亮的彩色小燈 我照片因為沒有準備的很好 其實有去過東一排骨的人知道 他是拿哈喜風的可能的 他大概是六零年代的時候 我小時候大概像你們這麼小的時候 還要更小的時候就去吃過 那我覺得我非常非常喜歡這邊的 那應該有別的段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這些聲音全部都是內容跟做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學生幫我們完成的 那我們公司有15位到20位以上的音樂 從台北到台南 他幫我們累積了大概一千五百分鐘的故事 我讓你聽看看比較新的 是 對對對 這是他們的實習生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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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哥你一定也很好 對 因為他 你們的聖誕節很好 非常的 他非常非常非常有 我覺得他政大 我們是經濟還是什麼系 大三聲大四 然後今年要去沃南交換學生 那我們的聲音大部分都是由他來幫我們完成的 那 而且像編輯啊 什麼也都是政大的一些嘉義啊 或者陳大師大的學生幫我們編輯 所以我們的實習生還蠻爽的 就到處去玩樂 然後把東西接完 他來照 然後吃排毒飯這樣 然後 你要介紹一下這個環境 你的錄音環境 對對對 錄音環境 現在稍微 現在更好一點點 對 我們就是 讓我們自己的一個錄音 錄音器材 然後我們就所有的 所有的錄音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這樣 那 最近就會 你們九月份的時候 去漢字藝術節 也在雙邊 跟台灣設計博覽會 即台北都市 都設計展 那 將軍蓋五十萬人次的 島 遊客 那他們呢 我們就會 就是使用我們的雲島 所以你們九月份去參 去中間 就會看到很多跟聽旅行 跟好舒服 有關的 這樣 漢字藝術節 這是每兩年辦一次 一年在台灣 一年在大陸 那今年是 會是透過我們來提供 任務 導覽的服務 剛才有提到 實習生部分 這邊是大學真的可以選擇 沒有很多 我今天都12成4居多 因為他們家的實習生還蠻特別 但是我看過 最認真 你不算最認真 因為我們家也蠻認真的 OK 就是很認真的實習生 因為 像他們 他也會包團 就是好舒服團隊的包團來交點 參加交點活動參加 但是有他附險這樣子 就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部分 就是 我蠻好奇 就是你們怎麼跟實習的 你口同學的實習就是這樣 跟你年紀應該也差一輪吧 嗯 沒有差不多一兩歲而已 我不是剛剛畢業 剛剛拿到畢業證書啊 我可以秀給你們看 我破壞裡面 我真的有帶來 恭喜啦 呃 就是 哎呀 那我拿 這個是他的學校 好 欸不要看這一段 拜託我把它翻財 哈哈哈哈 你不要看這個 拜託我把它求求你 我以後就不 我也不會多來 不用錢 哈哈 那其實我們在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DM後面 都有那個 我們實習生的所有的資料 那我覺得 來我們這邊實習 是 希望能夠 呃 我希望你們留下一點點 留下一點東西啦 不會只是實習之後 就結束 我們也 我們當然有付一些薪水 那 我覺得實習這件事情 薪水我覺得不應該是 擺在第一位 但我也怕我會凹你們 呃 我也擔心覺得你們 我也覺得我們在凹你們工作 所以我們有付一些薪水 對 他們有在下面是不是 他們今天沒有 然後我們會在 像DM上面 把這些文圈 把你們的名字寫上去 那我覺得這對你們以後求職啊 或是下一份工作 以後你們出社會來講 這才是 這才是真正的 break 這才是真正的魁力 這是我們希望給你們的東西 那 雖然說今天 就是學生不投坑 我覺得還是想要分享一下 嗯 所以你實習這部分 你大概怎麼樣 你的想法 以一個雇主的身份來想法 就是他們實習 到底對他們的努力 或對他們的工作 能到的重要性 到底哪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叫做 預先 預習吧 就像念術一樣 你可以先試 你先了解一下 因為我給他們做的工作 跟我給他們Fortime 做的工作 是一模一樣的 那 所以說 找彤彤的意思 嗯 對 我覺得他們適合 比較適合做一些 我做不太來的 像BP啊 像寫一些新聞稿啊 這可能不是我擅長 那七八糟是別人寫 然後你拿去投案 對啊對啊 那是過啊 所以你們要相信你自己 其實沒有很難啊 因為 其實他們評審也不太會看 七八糟 我上去講講話 他們都 噗噗噗噗 就可以了 所以口才也很重要 那 那BP的話 我覺得 來我們這邊做的事情 都還蠻多 他們都 我都A副 給他們一個 一個專案去執行 像 這次我們跟福利社 和圖社 那是一個非常大 台北非常大 一個藝人的團 那我們就有個 一個實習生去跟他們接洽 然後談 我們最近幾乎所有的合作案 都是跟 我自己實習生的朋友 很有關係 像我們跟 韓基數捷啊 我們跟 VTR 非常妙的畫廊啊 然後我們跟 當代 歷史國務館 當代不是 歷史國務館的合作 大陸人都是靠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跟很多老師 或是一些 專家 訪談 或是去做採訪 我全部都是交給他們 自己去處理 所以他們有這個機會是 你交代下來 他們自己想出來 想出來什麼 就是自己想出來 要跟 剛剛在藝術館合作 對啊 他們會先找他們有興趣 然後我會說 大概的方向 然後他們會自己去聯絡 發 他去念中正大學的 然後 他從中正大學 他在嘉義 然後可是我們活動都在台南 他就每次坐過車 到台南去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 後來因為 暑假了 所以要回到台北來 所以他現在每個禮拜 有三天在我們公司 幫我們做實習的 再幫我們 就在我們這邊幫忙 這樣子 所以他 開學之後又會再回家 這樣 所以他現在變成是 我們台南一哥 所以台南大部分的事情 就是由他主理 就是大家 你往後看一下 就知道我要講什麼 靠我不要再看這個 雖然 雖然你不太想看這個 你如果我停在這個 很醜的樣子 你可以換別的 這不一樣嗎 所以說 本人比較帥是真的 對 特別是真的比較帥 OK 因為我蠻好奇一點 就是因為你畢業的那個時間 你如果去讀EMBA 你在心態是為了什麼讀EMBA 就是 因為他剛剛有講過 他讀EMBA原來是因為 他兩年前那時候還很 所以讀了EMBA 可是那現在那麼忙 你讀EMBA 他說你讀完EMBA 因為這邊有很多是在此的人次 他們有可能還沒讀EMBA 那他們 就是你為什麼讀EMBA 我相信他們也會好奇 我剛剛兩個同學已經跑掉了 他可能知道我要講這一段 EMBA EMBA 對啊 他原本EMBA 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念 我那時候真的是 沒什麼事做 唸個書好了 那後來發現就是 剛才變忙之後 就是像半工半補 這樣要平常 像我那時候 像前一陣子在弄論文的事情 這論文其實是一個 要BS還蠻辛苦的 然後我又要 那我那時候IPO秀 每天到5人的H 然後我還要再寫BB 其實我那天每天就是 來忙這個 一下學校一下工作 一下學校一下工作 其實那時候還蠻 真的是還蠻超的 那 那為什麼念 那真的是因為兩年前 事情沒有那麼多 那那年念的時候 有任何創業 有什麼幫助 或是 間接直接 都有 拿到畢業的書 拿到畢業的書 有啦 因為其實我們像我們 的指導教授 就還蠻常會幫人一下 那現在因為他 因為他現在的公職 也在我們公司實習 所以 公職實習 對對對 他就突然建議說 欸 我去盒子 他很窄欸 可不可以去那邊幫忙 那我來說NO吧 然後 然後 論文有兩年的追溯期 所以他隨時可以把它畫掉 當然沒有問題啊 然後我說 我可不可以給他 可是放在哪一位嗎 不是不是 他是 他的原子 後來就是 對因為我本來 導致我們的 資料都還不錯 他是北科大學的基礎部主任 然後也是很多 公 就是國家的一些 計畫產學的 一些主持人 所以說 他其實也可以幫我們一些嘛 這樣 像我就有跟學校做個小產學合作 也是因為我們主人幫忙 那我 那至於做念EMBSO的好處 我覺得求學都 認識的人都有好處 因為我們班上三十幾個學生 都是不同年紀 不同產業 那我覺得蠻好 啊 為什麼會做T旅行 也是因為念EMBSO正式開始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論文的競賽 那我們那一年的題目是 怎麼樣幫北投的觀光產業 在淡季 發展淡季的觀光 讓那些 因為你知道 然後 旅館業可以投好了 淡季差多少嗎 旺季跟淡季 淡季只有旺季的三成喔 那你這三成會造成多少的影響 就是有七成的員工 都不能上班 每天很閒 那可是淡季的時候 忙得要死 那怎麼樣解決這問題 這樣子容易造成積極性的失業 只要解決淡季的問題 其實對於台灣的產業 失業率都有 很好很好的一個發展 一個好處 所以我們就來解決淡季這件事 那為什麼跟這有關 因為我們去實地訪查 所以我看到了 我看到那邊 北投那邊有很多 跟語音導覽相關的服務 那原本我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以前 我是在故宮開始想到這個IT 因為我覺得說大家去旅行 去故宮還要買一個 還要花一百塊錢租呢 語音導覽其實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有租過的舉手 我也有租過 那你們為什麼要租 其實你們不見得覺得很重要 那是你覺得人都到了 對不對 花一百塊錢多了解一點 你都買兩百八十塊的 不要再多花一百塊錢 好像 對 好像覺得有吸收 那其實根本就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想要把這樣的消費行為 從博物館裡面 帶到博物館外面來 我們認為這是不可以可行的 所以說 那過去我們不能做的原因是因為 博物館都有license 像故宮它是一個公營 它是一個政府單位 你要跟故宮談合作 你比較要很長 你要標案 所以那時候就打不住了 後來我是因為這樣 這個跟論文競賽的關係 我去北投 才發現說 其實北投有很多故事是 是值得被介紹 北投西啊 那你知道第二股 你知道北投有幾種拳嗎 你知道 人青拳跟白拳 然後你們知道北投西裡面 有一種東西叫北投石嗎 這些其實都 這些東西難道不重要嗎 難道輸給那些博物館故宮裡面的文物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這些故事對大家來講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啊對了 那我就該來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從博物館外面開始 用城鎮 用城鎮來包入中央的模式 然後來做 來做 所以這件整件事情就通了 所以我就正式開始做 那 這也是要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 idea到底重不重要 我覺得idea是什麼東西 idea不是突然間 一個燈泡告訴你說 我要做這件事情 idea是一個連結 你突然間想到一件事 可以把ABCD連在一起 我覺得這才是有用的idea idea不是說 我想到一個技術 然後我可以 我覺得大部分人 在想idea這件事情 是那種靈光一現的idea 我覺得這都是 這東西都會讓你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難 通常會成功idea是因為 如果你在這個產業久了 或是你了解某幾個 某些區塊 某些網絡 你想到一件事情 把這些網絡全部串在一起 這樣的 idea才是真正的idea 才是比較容易 才是有可能會成功的idea 這讓我想要認真很快就是 我 就是 怎麼樣訓練你的idea 這我認識一些很厲害的工程師 或很厲害的設計師 這某程度我發現他們的生活 我不是只有寫code 或是做design 這個動作 因為我自己常常開玩笑 我覺得台灣的工程師都會這樣子 就每一個都在寫code 的方式 可是我發現厲害的工程師 不是像我們那些 I Cooper的 工程師 engineer 他就是 他修理理論就是 慢跑 他修理理論就是 會去吃一些有什麼東西 所以他 在工作上面的時候 他會有更有一個 使用者的體驗 就是為什麼去做這東西 那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idea是用連結的部分 那你怎麼去訓練這個連結 所以我每天在的產業工作 就有這個idea會出來 就有辦法連結嗎 當然不可能 那部分是 所以就要多吸收不同產業來的 所以如果你每天待在電腦前面 永遠就只能待在電腦前面 那 你用什麼方式吸收 像我也是Program 但我也都不做在位置上 因為我平常直接都在咖啡廳 或是我都不喜歡吃東西 為什麼我會做好舒服 一開始的部落格出版 就是因為我喜歡看部落格的文章 我發現說我每次出去玩 都會像我去墾丁 我就看很多部落格文章之後 把它貼在握著上 然後怎麼樣 印出來 所以我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帶一堆一堆 然後每天邊開車邊翻翻翻翻 最後就第一頁跟第二八頁都混在一起 然後你要找地圖 你要找地址 然後不曉得在哪頁 最後就全部丟在後座 那我覺得這件事很笨 為什麼 smartphone那麼簡單 你可以訂閱 你可以看你想要的部落格文章就好 地圖上手機上就有地圖 又有電話 什麼都有了 全部都完成了 那些白質就是辣被掉 而且你在外面的時候 有時候吃東西是很臨時的 我像你們等一下可能下完 聽完這些 聽完我們亂談之後 你們可能想要到附近吃東西 可是那你怎麼找 你不可能把PC拿出來 都會拿出來再查 那就是手機上一查就比較簡單 所以那時候兩年前就是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我會想到這個 就是因為這跟我生活息息有關 我每天都在看這些文章 看這些東西 我知道這個很痛 所以我來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剛好我是做資訊產業 我在做EDD 所以才把這些東西都串在一起 所以說 idea不會是憑空就出來的 一定是跟你的生活的脈絡 跟你生活的不同層面來 一定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的生活體驗廣的 多餘化的 你想出來的東西 就會比較可以被實現 這是我覺得 所以你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的副標 啟動你的創業力了沒有 所以你會覺得你的創業力 事實上是 在你生活中一直在被體驗 然後有個機緣下 然後你有個機會 可以跳出來創業 是什麼樣子 其實在你平常都吃熱喝 飽玩樂樂的樣子 然後我剛剛無緣無故控制 你被裁掉了 然後被連 不用一直強調被裁掉 這件事吧 我怕你還不知道 我怕錢會已經到了 所以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如果當初你沒有這個 被這個動作的話 你就不會創業嗎 還是你找到想創業 呃 如果只講這個話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創業 其實說實在的 那真的是因為機緣巧 那既然 那既然 你跳得回去嗎 既然頭已經洗半了 那 喔 跳步高回去我覺得很難很難 因為我現在 同學都走了嗎 呵呵 因為我跟產業 我跟一些電子公司 或是一些比較 工作比較久的 那像 我最近跟我們幾個 同學吃飯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跟你們的落差 已經很大很大很大 怎樣的落差 呃 就是在 嗯 你很難看落差喔 就是你會很 感覺到 你們跟他聊天 他們聊的都是家庭啊 兒子啊 然後怎麼樣啊 但是就是 呃 我們在想 就是怎麼樣 讓世界更好 怎麼樣才能跟產業更好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啊 那 落差蠻大的 開成群怪怪的 對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是你 你跟他們聊天 他們會 呃 你會覺得他們 反應變慢 想法變慢 所有的一切都慢 慢了 非常非常 每一個同學都這樣嗎 還是有相嗎 大部分啊 因為就是我們班同學 班 我是我們班那個 論文記在第一名 所以說 要走嗎 呵呵呵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論文記在是 兩個班級 然後我 大概六十位夜間的同學 那你看他們知道 我們在開會啊 或者是 你在想那些idea 在怎麼解決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差落一差了 落差很慢 落差很大 很明顯 可是他們在各產業都很厲害喔 他們都是電子公司的 中階高階的主管 他們在某些程度上 他們收穫的都不錯 那 我覺得 但是你在跟他談其他事情的時候 他們太專注在解決某件事 因為大公司分工太細太細太細 所以他對某件事情 對某件事情 對這個事前啊 對機器的細節可能比你還要熟很多很多 但是 對我們也 可能就是比較全面 在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說 呃 我不覺得創業是錯誤 創業是好壞啊 真的是要跟你呢 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有很大的關係 也不要逼迫自己去創業 這不一定是好的 那因為像我們這樣 創業這麼久都沒有賺到錢 然後紫薇在這邊跟 哈哈哈哈 對啊 那 對啊 所以說其實他們很好 像我同學他們 一個在趨勢 然後一個在點公司 工作班 趨勢那個就很爽 然後每年可以公司推 公費出國兩次 每天在炫耀 去哪來玩去哪來玩 他說我迪士尼超好玩 從來不曉得迪士尼那麼好玩 幾歲的人去迪士尼玩那麼爽 我真是 沒辦法想像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我當了八年 在這個公司 做了八年還是業務 他在問我們說 我該不該去一家小公司 當業務主管 可是那小公司只有十幾個人 我現在公司是幾百個人 我到底該不該過去 那你們怎麼辦 他在他們公司當了八年 還是業務 那我再問他說 那你比你在 資深還有幾個 十年的 好多個 他一輩子 我想他在這個 大概八年也很難 再往上升級 那該不該出去 不該出去嗎 很該 可是他說 那我有小孩 我如果出去失敗怎麼辦 我小孩怎麼辦 所以說他們現在 就是每個階段不同 所以如果要創業的話 趁你們現在的年紀 就大我一兩歲的時候 還可以 可以去 可以創業 那如果再 賣個幾年的話 就會像我同學一樣 你跟找同學 你就可以找像我家的朋友 說 我到底該不該出去 這樣 所以說要趁早 我很鼓勵 這個年紀的人 多去嘗試 因為 沒有所思 兩年後還是一條活龍 對 像我兩年後 我才29歲 所以說 還是可以再去嘗試 好 好 因為我們時間快到了 這麼快 對 你臉消了蠻窮的 哈 你差不多五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Andro年報 用最快的方法 跟大家稍微解釋 就是跟大家稍微修復一下 就是 你覺得創業家 的第一步 你覺得要怎麼踏出去 因為很多人都害怕第一步 大家可能想很多 我要做什麼東西 我只要過怎樣的生活 我只要怎樣的工作 我只要怎樣的工作 我只要造成一起做 可是這一步 他如果你都沒有 沒有訂好什麼都要出去 有些人為了小孩 有些人為了家人 有些人為了房子 有些人為了車子 如果你有預期的話 我就覺得 就 大恐怖了 就是 因為通常 絕對不會那麼順利 你很快遇到挫折 你就會退 那 那你如果沒有預期 你只是覺得這件事是有趣 有樂趣 覺得這件事是讓你很開心 你在做你喜歡的事情 那你就做 反正你沒有損失 真的沒有損失 真的 讓一兩年 你女生就不用當兵 現在當兵只要一年 我那時候當兵還有兩年 你怎麼樣都賺啊 所以你就給自己設定一個期限 他當兵兩年就叫年紀 哈哈哈哈 幹 就是 所以其實是沒有損失的 你們真的可以來試一下 那 剛剛很多人 其實很多反對或是絕密 或不管所有的創業家都會提到 人才是創業裡面最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你找到合適人 如果我也推薦你們去看 中國合伙人跟十七大書 那對面 那對面 你是印八九塊還是 沒有沒有 我是被我們的夜市逼著看 那還蠻好看的 那我覺得他都講的蠻 他就把創業這件事說得還蠻清楚的 那其實他們三個人都 只有一個人真的想創業 但 他是 他是 離創業成功最遠的人 那另外兩個人根本無心插戀 他根本就不想要抽 他只為了女朋友 那其實想要表現跟別人不一樣 讓你朋友後悔 那 這樣他會成功 其實這是一個 如果你設定了 你有設定預期什麼的話 我覺得你會得失心太重 你可能 更難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放棄 你不如就把這個當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過 所有 很悲慘的事情都可能怕這件事跑進來 那 你可以來試看看 我覺得這過程是 很值得體驗的 你創業過 你會覺得 哇好爽喔 回不去了 那 回去的時候 表示說 阿媽沒錢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有好的想法 然後找 多分享 來這邊啊 來各個環境 然後多找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那 想辦法找到志同道的人 那 像 像學校生活有什麼ETCC啊 什麼 那些都是蠻值得參加的 像我之前去 我論文競賽的時候 去看說 大學生ATCC的競賽 那 我覺得 我們在那邊工作 對 難怪 你看這樣子就會不一樣 你會發現有真的在接觸的人 跟 有真的在想 往後想自己的生涯的人 跟沒有人 其實還差蠻多 但我不覺得這件事不好喔 就是說 你想要過什麼生活 自己應該要最清楚 沒有一樣事情是有對跟錯的 重點是你喜不喜歡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實際上 還有蠻多問題想問的啊 像這一種 他的人才 他的意思是 好人才跟不好人才 因為實際上 他在接觸很多客戶 我相信一定了解 怎麼是 客戶中 定義很多好人才 為什麼客戶願意 他們 被割捨的時候 客戶還想要 他們繼續服務 我相信這個團隊的合作 一定有他的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 接下來的15分鐘 就是我們 接下來15分鐘 那個交換時間